又断根了好久了 今天我来做个年度总结吧 2022年 2022过得很快 变化也很大 我从一个小鲜肉变成了中年大 2022我努力的在挣扎 在这200多做了很多尝试 变成职业 2022我的视频在全网点击量超过5.5亿次 最宝贵的是得到了近80万粉丝朋友的支持 2022 2022我成了别人眼中的另类 被嘲笑 被误解 被网罢 被人看不起 2022我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了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方面 成长过程 其外 心酸欲不重 现在我用口述的方式 预顾下我的2022 一月我在西藏阿里 我个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 在宁夏20度左右的寒风中跨年 之后我们各奔 各奔前程 我去了渣达 去了港南波及 二月我自身一人 二月我自身一人在西藏拉萨过年 相遇了 他朋友结实了辛苦 过万年我身上就只剩下200多 当时一度让我卖抽的打算 所以我开始去尝试更多的可怜 去风 去折腾 每天都是处于一个极度焦虑和恐慌度 很多人都觉得 我有病 但没人 没几个人知道 我身上就只有200多 那时候我总是停在一个地方 不跟我说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继续在路上 让自己生存下去 人嘛 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才会做出 为了生存 为了仅有的那一点点 可以说是激情吧 我拽着200多 做了很多的场戏 拍游客 拍路人 拍车 拍当地人 搭上好车 所见所闻 三月我去了 严谱 跟当地人 还发生了一点 乔务会 四月我去了 四里冰川 去了亚东 然后又在沉堂沟 被困数天 总是在崩溃的边缘挣扎吧 可以说是 只要人让我不下去 我拼命地在做各种尝试 还因为自媒体进了派出所 也遭受了网暴和威胁 慢慢地我看见了一点点 所谓的起色 我平心呢 设备了 严谱家疯狂地做着 没人能理解的事情 使得别人眼中的淫泪 时间很快来到了七月 我也有了一点积蓄 我开始盘算着 出西藏 因为七月的西藏 可以说是酷俗难 已经是到了 无法人设的地步了 在夜日下 简直是无处夺掌 也可能是跟我的旅行方式 有关系 因为我是床仓嘛 需要住在车里面 但白天我车里的温度 可以达到五六十度 紫外线特别特别的很多 很多地方根本没办法 地婴的地方 我决定了出西藏 七月底我在西藏 结识了刚出来旅行录者的杨阿姨 在机缘情况下 杨阿姨决定了结拜旅行 我开始记录 旅行日常 每天更新 甚至日成只工 我的自媒体生意啊 也看见了一点点的 所有的成绩 但人的欲望 人的欲望 是无穷的 我这个大山 走出来的 这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吧 我的性格一直都很要强 我知道 光长得帅 没有采放 没有用的 哪怕你再努力 都是不行的 现实很残酷 很快我就 打脸了 打脸的速度很快 我的思维也很快出现了枯竭 高长度的工作让我平均 我陷入了一个恶性群 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 长时间熬夜到凌晨五六点 甚至六七点 我的脑袭 那时候真的死的是 一地都是 我也开始对自己产生的怀疑 人事下苦命的 我却做着老力工作 生活完完全全的失去了规律 感觉身体状况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那时候 我必须得挺住 本身我的智商都不得大多数 而且我还是一个没有跨的 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都不如人 这就意味着我 这就意味着哪怕是很简单的东西 我都必 我都需要比别人化会 更多的时间 人家留意才可以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也是人杀罪分 这是我的印象 我完全是 我完全是除了长得帅以外 简直一五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经常会在一件小事情上 抓牛小机 逐渐的我的精神开始训练 经常性的抱头痛 我的情绪也 我的情绪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了 十月初我确实患上了抑郁疹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 情绪都是需要通过药物才能控制 从那起我的视频 从那起我的视频 从那起我的视频出现了端雅时的更新 端雅时的更新 端雅时的更新 感觉每天都是在讲话 时间来到了十一月 我在广西和杨阿姨 各位 我开始盘算着回家过年 然后在广西 一周重庆 年底我回到了老家 以上手术都是有记可循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翻阅 我之前的过程 当然2022 我有很多要感谢 感谢所有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是你们的 感谢所有在我视频中出现过的 拍摄后美的 很多人我都不知道你们的 心灵的意见 但是非常感谢 还有在过去三年里 我去过的17个省 5个支持区 3个直辖市 在旅行中遇见的所有 感谢 感谢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是杨阿姨 节外旅行 对我工作生活上的帮助 满大 哪怕是在我状态最差的时候 都不让我 不让我过多长期 非常 非常感谢 2023年 也会继续在路上 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 尽可能地做自己真正想做到事情 到身边都能够的感觉 实际神圣时出国看看 去神圣跟着你 如果 如果有缘遇见 如果有缘遇见 我的人生伴侣 那就更好了 最后 最后感谢 一直以来支持 小型的初恋人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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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感谢 感谢 感谢